今年是228事件72周年,在英语绵绵的天气中,60多个民间团体经24日共同发起228灵纪念行动,象征回到历史的原点,呼吁台湾社会反思228事件,今年更邀请青年世代撰写行动宣言,期待透过世代传承推动转型正义。 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、郑南荣基金会共同举办的228纪念行动,在事件起源的天马茶房救治演奏,其一恩典,后宣布行动起步,游行队伍拉着白布条,往当时为台湾行政长官公署的行政院方向前进,沿途行经专卖局台北分局等遗址,并沿途畅明228政治受难者姓名,场面肃穆哀期。 228,灵纪念行动,蔡瑞月舞蹈社成员以手语比出博洋的诗句。 甘代名社,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教设干事林伟廉受访表示,228事件是台湾社会共同的伤痛,但他的真相,各个族群如何认知各有不同,盼望透过游行行动,再次唤醒民众更开放,理性的对话。 他提到,今年活动特地由青年学子撰写行动宣言,盼望不再只有老一辈民众纪念228,新世代也依然能记住这段历史,并再次提醒台湾社会228事件不是历史过去, 而是要一代接着一代透过共同历史记忆,来唤其民众意识228对国家及台湾社会是何等重要。 228,灵纪念行动,游行队五行金添马查房。 甘代名社,228,灵纪念行动,游行队五举着手举牌。 甘代名社,郑南荣基金会董事郑清华则指出,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, 纪念228事件或补证228记忆并非消费,反倒是抨击为何每年都要纪念228, 为何要追求转型正义的那些人,才是最大的消费,若这种声音可在各角落质疑要找出228真相的人, 这绝不是台湾社会应该允许的。 他说明,活动名称取为228,灵代表回到历史的原点, 让社会能够找出真相,实行转型正义,并让这项转型正义的工作, 一代一代往下传,直到全体民众了解到这块土地收容, 接纳所有的人,最后成为一个自由国度,这才是纪念行动的本意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